我吃巨子送你出道 你却和嫂子在台上偷偷拥抱 这句话想必是不少魏晨粉丝的内心独白 12月22日 魏晨与女友于伟在三亚举行婚礼 婚礼上曾经的快男好友纷纷送上祝福 不少网友调侃于浩明 魏晨都结婚了 你当初承诺的那套房子还在吗 魏晨的好友张杰虽然不能到场 但是张杰的父母却专程往返6个小时 为魏晨夫妇送上祝福 对此魏晨也将二老奉为上宾 并且表示二老对自己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张杰与魏晨两人的友情 还要源于2007年的快乐男生 也是这一年魏晨就认识了妻子于伟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2007年快男比赛中 给魏晨送花的那位粉丝 就是如今的嫂子于伟 于伟是魏晨的师妹 两人共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毕业后魏晨凭借着快乐男生成功出道 而于伟曾播送过天气预报 参加过广告大赛 是爱多女孩歌唱组合中的一员 随着魏晨事业的不断发展 于伟也甘愿做她背后的女人 2009年 两人一起开了工作室 于伟成了魏晨的经纪人助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营造单身人设 两人从未在公开场合亲密互动 航班也总是错开 即使一同出行 于伟也是一副经纪人的样子 替魏晨拖着行李 但是爱一个人是遮掩不住的 很快就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魏晨与伟带了同款情侣手链 2014年 魏晨成立自己的服装品牌 法人虽然是魏晨 但监视这一栏写的却是于伟 这还真是达到了 粉丝花钱给嫂子送包包的场景 后来魏晨在节目中谈到 自己最大的理想 就是能和爱人一起做饭 巧合的是 没多久就有媒体拍到 于伟夫魏晨家中 为其做饭的场景 而魏晨也顺势承认了这段恋情 长达六年的地下恋 就此曝光 粉丝也开始了慢慢的催婚之路 2019年浪漫的水下求婚 2020年5月20日领证 并在13点14分打卡官宣 如今2021年 两人终于在三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而且不仅是爱情迎来了完美的结局 魏晨的事业更是在2020年成功转型 同样是靠着一起来看流星雨一炮而红 为什么张汉还在演偶像剧时 魏晨和于浩明先后凭借着八百 完成完美转型 2020年一部八百 让魏晨重回大众的事业 片中魏晨饰演班长朱胜忠 性格刚烈圈粉无数 为了演好朱班长 魏晨足足准备了一年 2017年 管虎无意中问魏晨 自己手中有个剧本正在筹拍 里面有个朱胜忠的角色 是陕北汉子 性格暴躁刚烈 看魏晨有没有兴趣 当时的魏晨还在进行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但听闻管虎的剧本后 他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为了更符合一位战士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替平头 在演唱会上戴假发的准备 当时说要拍这个戏的时候 然后因为也不断去跟虎哥见面 开会 然后虎哥就说 陈儿我们可能要把你头发剪短 你就看照片上多短 肯定就是按这个路子来 我说行没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然后我们开演唱会造型的时候 已经想好要怎么戴假发 你知道那种各种造型 在听完当时战争的背景时 魏晨就开始有意的控制饮食 一米八三的个子最瘦时 只有六十五公斤 为了拍摄八百 魏晨几乎推掉了 未来两年的全部工作 提前进组训练 为了表现出精瘦的状态 无论多晚说功 魏晨总能坚持锻炼 魏晨的第一场戏 是跟王倩元和张义的对手戏 演之前他非常紧张 没想到当穿上衣服化好装 站在片场时 他一下子就入戏了 除了自己敬业外 魏晨也受到了前辈们的悉心指导 八百一炮而红 魏晨也成功转型 或许是对于管虎的感激与信任 当时管虎邀请他参演金刚川时 魏晨还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他在影片中 试验工兵连连长颜锐 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坐在吊塔大吼着指挥的身影 为了拍好这一幕 魏晨从桥面爬到塔顶 再爬下来跳到竹筏上 这对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但为了这一个镜头 魏晨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直到拍出最好的转台 拍摄的两个月中 魏晨跟普通战士一样 天天背着锁链拿着榔头 哪怕吃饭睡觉也没脱下 本来道具组只做了轻重两板锁链 可魏晨却总是会选择沉的那条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受到负重的真实感 在与张义和吴京的合作中 魏晨再一次感受到了实力派演员 对演戏应有的态度 他学会敬畏每一个角色 却会在私下不断给自己加训 而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就连吴京都夸赞魏晨 有向动作片发展的潜力 不仅是对待拍戏 生活中的魏晨同样较真 一次魏晨参加商业活动 上了台的魏晨发现 主办方直接将他的麦给关掉了 随着歌曲的音乐响起 普通人估计宁愿对个口型拿个钱 也不愿意得罪主办方 可是魏晨却一言不发地指了指话筒 表示自己的话筒根本没开 但主办方并没有回应他 随后魏晨直接叫停了音乐拒绝演唱 并在台上表示专业的歌手不假唱 傲不过魏晨 主办方只能放了伴奏 魏晨的这个举动也赢得了路人的好感 不过如此敬业的魏晨 却曾因一张照片被主流媒体封杀 在布达拉宫前拍照的这件事 不知道魏晨有没有后悔过 2008年汶川地震爆发 魏晨却晒出了一张 在布达拉宫前比叶的合照 旅游拍照本无可厚非 但照片中布达拉宫前已经降了半期 因此魏晨的举动迅速被网友给骂上了热搜 魏晨也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封杀 这得向观众郑重道歉 不过比起道歉 魏晨的实际行动让他重新拉回了一些好感 这一年他参加过不少救灾活动 2007年快南十三强赴安徽一起抢修大坝 之后的一个月他多次参加慈善一演 伪灾区人民筹集善款 2008年汶川地震后 魏晨先后参加各种震灾一演 用歌声伪灾区起伏 5月18日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再去帮忙 两年间他参加了20场救灾爱心一演 直到2009年 魏晨获老东家天鱼和芒果丽婷 出演一起来看流星鱼 凭借着叶硕这个角色 魏晨圈粉无数成为了当红小鲜肉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曾经的小鲜肉已经转型成了硬汉实力派 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知道观众们对魏晨的印象还停留在哪呢 anson 咸 蕃